还没找到 他会不会去了 豹子沟的军营呢 豹子沟来报告了 少爷没有去 先不用管他 你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召开一个 紧急的军事会议 事意上的军官全部参加 是 你干什么呢你 不把那些伙计们迷晕 咱们俩怎么可能 携款四桃 我说 你这药应该 比我那药好使吧 你那药也不错 只不过迷不倒我 不是 我说 你给他们喝完这个 不会出人命吧 放心好了 只不过是睡一觉而已 你不是也这么 对付过我吗 我得个跟你是朋友 我要跟你是敌人 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啊 我已经和老三商量好了 先把个人愿放下 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 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 团结一致 共同对 你们父子都要走啊 你没听说吗 大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啊 大虎亲兄弟 你这个儿子啊 最缺乏的就是锻炼 那家里边 又剩我一个人吗 怎么剩你一个人了呢 不是还有两个儿子 陪着你吗 老爷 我听说 日本人特别厉害 国军那么多精锐部队 都扛不住 要不 你把儿子留下 不行 我第一个出穿 他就得第二个出穿 不然的话 我这队伍怎么带呀 你身体不好 多保重 没什么 老爷子出穿抗战之日 就是我卖国投地之时 他娘到什么时候 才能在老爷子眼里边成为好人 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我们家老爷什么时候来的 不知道啊 真是要杀了我吧 你就别怕了 这在安逸啊 刘家人不会伤害刘家人的 夫人哪 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刘家人哪 你这 这是要争了我还是要把我伙埋呀 那金老大都来了 你就放心吧 放心吧 夫人哪 你得救我呀 你得救我 秦家 你还有没有多余的军服 都卖给我 干什么 我秦老大 齐马人再弄出三两万人 跟你们一起出船 秦家 你真有此意啊 我金家带来个小地方 太小了 我想跟你们出去看看世界 也会会 归夜日子的小日本 好 兄弟同心齐力断金 对对对 是 是是是 秦家 三万道军服 我送给你了 多谢 老爷 老爷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 坐吧 夫人 城外的宅子 已经收拾出来了 你要想去住就去住 如果想在城里住 你就陪老三的媳妇一起做个伴 省着两个人孤孤单单的 我们要走了 是 会抗定 不是 是初穿 初穿 抗日 老爷 你真的不怪我呢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那张麻雀嘴 每百之桩见不得人的事 传到金老大的耳朵里 已经是格外开乐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夫人 你自己保重 老爷 你真的认我当夫人吗 进得了祠堂 入得了祖坟 这兔子还没回来 老爷 文昭会不会又出什么事了 他能出什么事啊 他把他的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能出什么事 这个小兔崽子 整天喊着抗日救国 到了关键时刻 人不见了 那 他会不会是去荣都了 陈永恒 到 你亲自去一趟龙都 把那个奸商的铺子 一把火给我烧了 把人带回来 是 你说我还能回来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 我特别不愿意离开这儿 上次离开家乡 是去日本 没觉得像这次 是都这么熟的 你的老家是哪儿 这个没什么可保密的吧 就算是孙猴子 还有一个华果山哪 那我到了江口 什么时候能见到荣丫头啊 荣丫头在江口干什么呢 该以你知道的时候 我一定会告诉你 该吃饭了吗 老爷 戴上这么一个像兵式的姨太太 真是有病 是 鞠座 我们 我们去完了一步 少爷又跑了 鞠座 你看 横泰商行的老板刘文昭 协巨款于姨太太私奔 去向不明 你个小偷崽子 三一代的哪儿来的三一代的 少爷 确实带个一代的逃跑了 听说是个戏子 是个什么 长戏的 哎呀 完了 我们老刘家的脸 算是让这个小偷崽子给丢尽了 哎呀 七七事变以后 一直内斗不休的川军将领们 在国黑与家仇之间 做出了最为明智的选择 他们握手言和 下决心一致对外 率百万川军 杀向抗日的战场 谱写出了一群 惊天地 七鬼神的悲壮战口 我和刘将军 金将军决定 挥师北上 出传抗日 又不愿意离开老婆孩子的 不愿意离开一母三分地的 我不北强 但是我把丑话说到前面 谁要是敢驻周围殿 卖国求荣 给西传丢人 给川军丢人 给中国人丢人 我决不欺扰 华阿斯州 八線有勿 十八ty公安 军恐难 协激方 五 drie仔四 十八ty公安 残队恐难 太盛恐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胞们 姐妹们 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我们的祖国在流泪 我们的人民在流血 我们的军人兄弟们在前线战斗 在牺牲 停车 停车 我们不能逃跑 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家园 攻守让给那些野蛮的强盗 同胞们 姐妹们 我跟你说啊 就那个演讲的女孩我好像认了 赶出中国 赶出中国 这个姑娘我应该看过她的照片 她曾经 出现在上海特务组织的黑名单上 这 那什么罪名啊 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正义 防卫家园 打倒日本地国主义 打倒日本地国主义 打日本赶出中国 我我我我下去看看 老爷 你不能去 我去看看 不行 你不能去 我跟你说实话吧 那是我女儿 老爷你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镇亲戚的 不是 我就奇怪了 这花小荣怎么让她 到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 而且花小荣同志怎么 怎么让她自己闺女 干这么危险的事啊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帮你查查 不过老爷 我最好劝你 别陷在这种儿女情场里 很麻烦的 不是 老新同志 不是 三姨太 三姨太 我跟你商量点事行不行 我能不能把这个 把我女儿接到我们家去 不能 为什么 你是汉奸 怎么能把一个抗日分子 放在家里 开车 同胞们 姐妹们 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踏入 我们的家门口 我们的祖国在流泪 我们的人民在流血 我们的军人兄弟们在 全界战斗 在牺牲 我们不能逃跑 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家园 从中让冥青野蛮的城堂 同胞们 姐妹们 让我们怎么撃起来 把小日本鬼子 把小日本鬼子 赶出中国 把小日本鬼子 赶出中国 来 老日本 点个主意 老爷好 孙伯仁好 小的龙在天是这儿的管家 以后就负责伺候老爷和夫人 你是这儿的管家 是 这就是花儿路十号吗 这是咱们江口最好的庭院 这院子越好 倒霉的时候来得越快 对不对 你现在可是江口的第一富商 身份和住宅当然要匹配 老爷 夫人请吧 二夫人正等着呢 二夫人 是 哪儿来二夫人 请 二夫人 来吧 到家 二夫人 老爺和三夫人都到了 金香玉 給大夫人上香吧 你住了嗎 老管家 老爺和三夫人的房間都收拾好了嗎 都收拾好了 老爷住在二楼 三夫人您住在兰院 一路周车劳顿辛苦了啊 先去房间歇着吧 等等等等 这怎么回事 这花月路十号谁是主任的 怎么带好好的多出去二夫人来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不知道吧 现在知道了吧 不是 这 这就是那刘长官安排的是不是 请注意啊 花月路十号没有长官 只有老爷和夫人 什么老爷夫人 老爷 二姐说得对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我怎么这么快就叫二姐了 听着啊 花月路十号 我才是掌门人哪 还是老三聪明 还是老三聪明 去 带他到他儿屋去 咱们人 请 来 你看看见没有 这可是花月路十号最好的房间 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 不是 你怎么来了 也是我专门为你布置的 怎么样 能回答我问题吗 你怎么来了 你 你不是说回去当少债主吗 你不还说去当团长吗 我是工作需要 我也不是来当花瓶的 不是谁派你来的呀 我派我来的 我告诉你啊 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 我今香你想干的事 没人做出得了 我跟你说 行行行 别拉你大长脸 不招人带去啊 笑一笑 用文人的话说 既来之则安之 这儿的工作不适合你 这儿的工作不适合你 你怎么着不适合我呀 说不定我就能干出 惊天地气鬼石的大事来 龙大天 龙大天 老实际 吩咐出忙 开饭 是 这人什么毛病啊 这老在这儿这样 我告诉你啊 花瓶路十号 表面上 是你当家 实际上 我当家 哎呀 你的车里等我啊 是 花小姐 叫阿尔夫人 是 阿尔夫人 到了吗 到了 阿尔夫人请 出去吧 出去吧 怎么了 二夫人 这是谁惹二夫人生气啊 她到了 给脸不要脸 把孤奶奶逼急了 孤奶奶飞吧她 二夫人 二夫人 这江口啊 不是金家寨 你身上那些野毛病呢 得改一改 多学一学 做大战门女人的规矩 这姨太太就是姨太太 别把自个儿当娘娘 这点 你得向三夫人多学一 我学不会 装腔做事 贱人一个 那你就不能留在花园路 不 我知道了 二夫人啊 我让你来江口 不是为了你那些所谓的感情 而是让你监视刘文昭 想要刘文昭的安全 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了 长官 江口没有长官 只有先生 以后叫我刘先生 是 刘先生 这次的行动本来没有亲相遇 是他自己 死刀烂打呀 他去威胁刘志航说 如果不让他跟你在一起 他就要去当真犯解 那这么说他还真赖上我了 这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这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跟你说有用呢 有 老三 过来一下 这 这 这好看吗 挺好看的 这我这我真穿不了 怎么 穿不了二斤你个别拖呀 不是 这我这我真穿不了 你看 就这衣服 在我们那儿都是姨太太穿的 这也 二姐现在不就是姨太太 谁说我是姨太太呀 我是花儿洛十号当家的 你是当家的 那刘文昭是谁 不是 不是 你瞧 你瞧 我穿这个吧 不好看 你来啊 来来来 你看你啊 你看 你穿 你看 挺好看这 这 你看这后边 二姐 你穿也挺好看的 你看也都有 你就是瞧我这 你自己不习惯 不不不不 你也没有搭配好 你看这样 把扣子扣扣好 多好看呀 再说你穿的鞋也不对 穿一双大皮靴 穿旗袍哪有穿大皮靴的 城里的姨太太们 都是穿高跟鞋的 高跟鞋 就你这勾敲啊 你这 我还真奇了怪了 你穿这鞋不往下掉吗 你穿的怎么打仗啊 习惯就好了 习惯就好了 我可穿不了 再说我也没有 我有 来我房间 等会儿 我得干嘛哟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鞋 几乎所有大户人家的姨太太 一天至少换一双衣服 换一双衣服 就要换一双跟衣服搭配的鞋 外甲的婆娘 这些鞋 都是我在一家 快有关门的鞋店买的 穿上试试吧 跟前这几双 是我替你买的 这几双 这 我穿上这 在围上跟这了 踩上你买的这高桥 往街边这么一站 这都我们那边妓女和婊子穿的 我才不听你呢 不穿 不穿 那你以后就不能陪老爷出门 凭什么呀 穿就穿 穿就穿 谁怕谁呀 你知道我穿多大号了吗 不光是你的脚 你的身高体重三维 还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 我都知道 可以呀 还挺细心的 以前在我们山寨 我什么活都不干 这都归我姐管 连袜子都是我铁罗西 知道吗 二姐 坐这的姿势 这个习惯要改 以后游戏在外头 穿旗袍可不能这么做 这补和脚啊 这补和脚啊 你对我这么细心 是不是对刘三绵忍 三怕也特了解啊 这个习惯也得改 以后不能每天 留三怕留三怕的 我们工作上的很多麻烦 都是因为平时说话 不注意造成的 穿好了吧 起来吧 干吗 用你的话说 学习踩高桥 我的娘 老爷 刘先生来了 刘 刘先生来了 坐坐坐 老天 把这个呀 找一个好工匠 给我表上 明天呢 给我挂到对面 是 慢点啊 去吧 慢点 慢点 刘先生 坐吧 坐 微笑不露齿 微笑不露齿 说话不高声 说话不高声 走路要向一流 走路要向一流 战力要向俏俏俄 站立要向俏俏俄 我 三妹呀 三姨 三奶奶 咱歇会儿行吗 疼死我了 二姐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怕吃苦可不行 什么台上十年功 台下十分钟的 我又不是戏子 谁说的 我们现在都是喜次 江口就是我们的舞台 如果连齐马儿的演技都没有 你怎么能演好姨太太呢 谁要当姨太太啊 我不干了我 我告诉你 你知道 在我们金家寨三岁小孩学童谣吗 敢惹天敢惹地 就是不敢惹金香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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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饶姐 你怕疼 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们要利用的是 我跟山沐的交强 可万一要失手了呢 我要躺下了呢 那工作进展不了呢 那可不愿我啊 是你放心 为了让你打进山沐的身边 我们派的 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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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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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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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出發 那人確定了 蓉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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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了 蓉晓 蓉晓 你是不認識我的 山木君 對呀 放就不去 放就不去 你想讓我都不敢惹 放就不去了 白國賊 罕賤 我都認不出來啊你呢 我走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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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这衣服穿真漂亮 炸弹 大哥 等一下 我的朋友怎么样了 右臂被炸伤 蛋片已经取出来了 没有生命危险 你辛苦了 山木俊 来了 我们中国人哪 一直是很好客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人的抵抗 我已经临教多次了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抵抗 其实大东亚共同不是挺好的吗 山木俊 你没事吧 这要感谢袁教终 谢谢山九 咱们两个是朋友啊 千万别这么客气 太三千了 厉害就搞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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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亚共同是 抗菲查到了吗 B纸已经下令车查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李队长 李队长 从现在起 警局队要全力保护刘老板的安全 他是我的朋友 是他里边完全的朋友 那文教终 你先休息 我休息 再来看你 山木俊再见 刘老板别来无恙了 你 你是 怎么 不认识了 好好想想 在荣都的时候 我的这条腿是怎么瘸的 还有那批药品 你可是以一只猫的价格 骗走了我的一头牛啊 原来是李老板啊 这么长时间了 别来无恙啊 您别说啊 您穿上这身衣服 还真精神 别装算了 上次那批药品 你玩了我一早 后来还是让我姐夫知道了 差点没把我脑袋拧掉了 您对我那点好 我可都记着呢 不是就做了什么意外 您大人别提小人过 对吧 宰家肚子里边能承船 这事过起来就甭提了 咱给他忘了就完了 行 我问你 那批药品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又不是嫁闺女 我还管那婆家的事啊 好 那我告诉你 那批药品 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是吗 那共产党可真厉害 什么都能抢得着 你说他们怎么抢的这批药品啊 刘老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共产党 李老板 你可真是太抬举我了 就算当初啊 我讹了你一下 对吧 做了你点钱 但是你也不注意保管 绝路上你是不是 我 我有很大本事 咱共产党嘛 你 今天你给我记住了 我是山木大佐 钦锋的针鸡队长 以后在江口 你只要在这儿待着 咱俩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明白吗 我明白 咱俩是老朋友了 以后啊还得靠李队长 多多关照 今天我的任务是保护你 明天可就不一定了 来人 李队长 多派人 照顾好刘老板 是 小梅وع好刘老板 我将你寻找过 别打算了 那我们就是 不信救你 他不信救我 太扫 我一台救抗 嗯 道歉 是 螺三 老爷不会被你炸死吧 谢谢 太扫 您 太扫 曾经的朋友 现在的家人救命之恩 现在山木次郎 应该相信他了吧 王爷不是说过吗 山木次郎 是个既血性与血性的男人 只要不出现 街外生枝的麻烦 您的问题应该不大 大左阁下 你是说 文教军是共产党 是 刘文昭在荣渡的时候 身份就复杂 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瓜葛 明面上他是个商人 暗地里脚踩两只船 最重要的是 他是西川的太子爷 刘吉祥的儿子 据卑职所知 刘吉祥已经把部队 调集到正面战场了 和黄军开战了 而且卑职觉得 昨天的爆炸 就是刘文昭故意射击的 是迷魂阵 怎么会碰上他了呢 这刚开始就给自己掀了个底料 王二 你去问问刘志航 怎么安排的呀 什么情况都没差 清楚就安排一苦肉计啊 就算没有这场苦肉计 你们迟早也是要见面的 铁管里什么人啊 做生意的 大部分做的都是黑市买卖 他可你有仇啊 生意上的事 我是真没想到 刚到江口 就遇到这么一个温神 还是日本人的真机队队长 把他做了 干什么呀 他是要刘文昭底细啊 林文昭怎么靠近日本人啊 把他做了 就什么都解决了 行了吧 你歇歇吧 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 他已经找过山姆次郎了 而且给山姆次郎掏过耳朵了 现在做了他 那等于咱们不打自招啊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还能怎么办啊 我找山姆次郎 登门谢罪呗 你找死啊你 放心吧 连这样的小鬼我都对付不了 以后 还怎么跟阎王斗啊 这个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来 谢谢 山姆君 我先敬你呗 好 很感谢 我真没想到 会在这里 以这种方式 和文家军相遇 是啊 想当年 我因为逃婚 我父亲到处追杀我 就跑到日本去了 要不是在日本 碰到山姆君和松田君 我可能早就客死他乡了 对了 山姆君 你来到中国之后见过松田君吗 他好像一直在重庆开央行啊 我也听说过了 但是一直没有见到他 咱们三个人 在日本喝酒的场景 仍然是历历在目啊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手难迁 咱们是有缘人 是的 文教师 一直在江口吗 没有 我呀 也是刚刚到江口不久 老爷子逼着我去打仗 我哪打仗的材料啊 我不同意 老爷子就又要追杀我 我只能跑到江口来了 不过人多活 数多死都一样 哈哈哈哈 哈哈